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中华職棒跟啦啦隊之間的關係 我要說一句很奇怪的話當成開頭 就是很多人現在認識中华職棒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棒球 這句話聽起來很不符合邏輯,但是很符合現況 因為有一句話這麼說 北丹丹,中圈圈,難以利 而因為這句話帶來的現象 中华職棒現在出現了本職球迷跟啦啦隊球迷的爭議 我們今天從頭來講 中华職棒在1990年開大 直至2009年為止 總共出現5次打假球事件 那何謂打假球事件呢 就是有一些在幕後操盤就是一些賭盤 今天會以這場球打贏打輸為賭注的一些莊家們 他們可能為了能夠在賭盤上去控制輸跟贏 於是就會篩錢給某些職業棒球員 那這麼做就是希望 如果我今天就是我押輸的那一方 我今天想賺錢的話 你就刻意在球場上 那這種情況呢 在中华職棒史上發生過5次 那這5次 徹底讓球迷們今天沒有這個心 他不想要再花錢進場看你演戲了 所以中华職棒在此之後 陷入一個低谷 後來在2013年時 現在樂天桃園隊的前身 南米狗桃園隊 他們引進了韓式應援 因為過去台式應援 他們就是簡單很單純的 大鼓小號和氣敵喇叭樂隊 但是韓式應援他更加用心 他們會為每個球隊找來專有的啦啦隊員們 並且為每個球員創造一個專屬他的應援曲 等到他上場的時候 這些啦啦隊們就會開始唱跳他的應援曲 所以這個改變讓現場的氛圍不一樣了 因為有了啦啦隊的帶動 現在進場的球迷們可以跟著啦啦隊一起互動一起跳一起唱這樣子 所以當時這波操作 讓南米狗桃園隊的主場觀賽人數成長2.5倍 後來其他球隊他看見了這個成長 所以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啦啦隊 我們在這邊講一下北丹丹跟中群群 北丹丹指的是富邦啦啦隊的丹丹 會說他北 是因為每個球隊都會有個主場 而富邦的主場就在新莊 那北丹丹這三個字會出現 是因為很多進場的球迷們 他們都會去拍一下啦啦隊們今天在表演時的片段 那在2022年時 當時有個人上傳一個 丹丹跳著選手范國城的應援曲 這支影片上傳之後 讓丹丹擄獲了很多很多粉絲 也藉此奠基了他北丹丹的底位 再來是中群群 中群群指的是兄弟相的啦啦隊員 群群 他時間更早是在2017年時 當時群群他跳著球員陳子豪的應援曲 影片上傳之後 直接紅到日本去 後來甚至連日本甲子園的球場上 也播起這首世界名曲 炸獵 陳子豪 這個姿勢不是亂比的 是真的 在當中就是有那麼一個 我覺得很活潑很有青春活力的動作 那當時群群他的亮麗外形 配上這首歌 中群群就這麼出現 那什麼是難一例呢 這個就要等一下再講 就像這樣子 啦啦隊員們可以吸引到特定的球迷 以及美光燈焦點 而這也是當時陷入低迷的中華職棒正需要的 再加上 直播也給了一個很大的助力 這裡得講到COVID-19的2020年 在2020年時 當時國外為了防疫都停止了球賽 但是台灣卻是把球門給關起來 球員們 球照打 啦啦隊照跳 當時中華職棒利用推特 即使英文轉播球賽情況 吸引到許多的歐美國家的關注以及報導 並爭取轉播權 那啦啦隊同時運用了直播 他們在應員的時候 同時開啟自己頻道的直播 所以馬上跟球迷們有一個互動 同時間他可以幫球團販售一些球隊的周邊商品 因為這可以說是幫球隊填補了一個財務空缺 因為當時來講 是沒有任何就是賣票進場的一個收入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時候的中指比較需要啦啦隊的幫忙 因為沒有門票收入 就只能夠靠賣一點周邊商品來貼補 但是後來就不是一直這樣子 隨著時間來到現在 球迷們可以買票進場 球團們有了基本收益 而且中華職棒他本身做了一些策略上的修改 因為對於中指來講 他們過去會認為 你今天會買票進場 就是想要看近距離的比賽嗎 但是他後來改變了 他們將進球場這件事情 定調為一個娛樂修行的活動 你今天是可以帶著家人 一起來這邊度過一個美好夜晚的 所以在此之後 他們去更新了球場設施 他們去找來明星開球 也會更新在比賽完之後 帶來好幾首的歌曲的表演 再加上棒球場上有個非常有特色的活動 就是主題日 像是兄弟相他會有涼水祭 像是樂天逃遍就會有上班日趴 那球隊們偶爾會跟一些IP合作 就像是我覺得 兄弟相跟小小兵合作的球衣跟帽子就很可愛 也就是說 中指現在自己也轉型了 同時間也開拓了更多更多裁員 於是我們可以換個方向來看 今天中指提供了什麼東西給啦啦隊們 以我的角度來看我會認為那是一個舞台 因為今天球賽開打有固定那些球迷會進來 然後這些球迷可能就跑去跟他的朋友說 有啦啦隊 因此帶來更多人看見啦啦隊 這就是一個增加知名度的過程 後來啦啦隊員們可能各自吸引到喜歡他們的觀眾們 慢慢的自己有影響力了 而且球賽還提供了一個很不同於以往的體驗 今天粉絲進場之後 可以近距離看到喜歡的啦啦隊員 這在過去來講 藝人不太容易這麼近距離的出現在我們眼前 所以這也讓啦啦隊的粉絲們通常都很鐵的原因 於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累積 中指現在已經出現了許多高人氣的偶像 我們提到2023年加入樂天桃園隊的李多慧 李多慧呢他本來就效力於韓國職棒的啦啦隊 後來被挖獎過來成為第一個加入中指啦啦隊的外國人 然後他當時因為亮眼的外型加上他的舞姿 來台灣不久之後他就變成了美光燈焦點 他的經濟團隊呢也幫他做了台灣的旅遊Vlog 也推出個人單曲 那在2024年的時候他轉隊到了衛犬龍隊 擔任衛犬龍隊的啦啦隊隊長 同時間他也變成了衛犬旗下的品牌代言人 那不只是他 還有像是台灣的林鄉慈妹懶嵐伊瑞陳怡瑞 這些啦啦隊員們他們原本都只活躍於球場內 現在都可以看到他們接到個人代言上電視節目 也會出些喜珍喜或者說發單曲之類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中華職棒這個舞台 幫他們製造一個穩定的基礎 能夠讓他們在這邊先確定好我能夠走什麼路子 接著呢我可以吸引到什麼樣的粉絲 最後再一舉變成藝人 於是我更覺得現在的中指跟啦啦隊員們之間的關係 更像是一個魚幫水水幫雨的關係 但是這個情況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樂見 因為這幾年出現了兩派第一派是 我喜歡棒球本身的叫做本職球迷 主要是來看啦啦隊員的叫做啦啦隊民 這兩派就出現了某些爭議 例如說在開機的宣傳活動上 我們會發現啦啦隊員有19個人 但是球星只有6位 大家就會認為怪怪的啊 這是一個球賽的開季宣傳活動 結果啦啦隊人數竟然比球星人數更多 在這種聲浪之下 今天可能球迷進場看球 他發現這個設施怎麼沒有更新 或者說這個東西好爛哦 大家會開始去質疑說 你看這就是為什麼其他國家不發展啦啦隊的原因 因為這個會讓這個球賽失焦 我們可能會讓球團們 把錢花在一個跟棒球比賽不相干的事務上 那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啦 對中職來講是很兩難的 因為職棒本身也面臨一個大問題 就是他的過去的球迷正在老化當中 而要如何找到新的一批粉絲進來 他們一直找不到一個切入點 然後剛好啦啦隊是目前的最佳姐 所以我覺得對中職來講 他們仍在想辦法找到一個甜蜜點 而以今年2024年來看的話 中職啦啦隊依然是球場上的重點 例如說今年富邦找來三個韓國籍啦啦隊 李浩珍、李雅英跟南敏珍 那兄弟相也找來兩個 編和綠跟李丹菲 可見在2023年 李多惠帶來的聲量 其他隊伍也想要去仿效 想要去試試看 但是不能夠只提國外的 我們得說一下南一粒 在2024年時 台岡雄英正式加入中華職棒 他們當然知道趨勢在哪邊 所以就組織了自己的啦啦隊 當這種歌的隊員叫做一粒 一開始他道神話題的原因 是因為有人說他長得很像那個 微森女神黑家家 但後來真的讓他被風吹起來的 是一首叫做寶勝大帝的歌 這首歌是隊員葉寶弟的專屬因緣曲 只要改名球員上場之後 啦啦隊員們就會為他跳上這首歌 而當時一粒就是跳著跳著 然後進場的觀眾拍著拍著上傳之後 這首音緣曲非常特殊的唢納聲 配合上非常絲滑的舞蹈 讓一粒成為台岡雄英當紅的啦啦隊員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說一下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棒球迷 我小時候最有印象的事情是一 就是跟我哥打架之外 還有看著黃金三劍克打架三連吧 今天如果啦 我看到比賽在播加上七龍珠在播的話 我是可以為了看球賽而不看七龍珠的 所以就知道他的重要性 但是我後來也是因為打架球事件 我就不再看了 直到去年我看到兄弟上的 江昆雲的很多美肌影片 我就慢慢看慢慢看 然後開始看著一些highlight 後來才訂閱了一些球賽轉播的服務 到現在 我如果晚上有空的話 就一定會準時收看球賽 所以我也想講一下 對我來講啦啦隊的加入改變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 今天啦啦隊的加入 讓進場看球這件事情的體驗更加的完整了 因為棒球賽有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就是比賽一場下來大 該要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而且中間有大量的時間都花在球員的交換 就是攻守交換 或者是換頭手這一些 但是這些空檔 現在都有啦啦隊在跟大家互動 甚至會有開場表演 我認為這個也很適度的減懷這些等待時間的無聊 我也很誠實的講 我自己就很喜歡啦啦隊員 編合綠跟李亞音 所以呢在這個體驗上 我是支持這種啦啦隊文化的 但是也不能夠忽略剛剛所講到的問題 也就是主角被混淆了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情啦 就是球團本身應該比我們更加擔心更加緊張 因為這一兩年好不容易開始回溫的一些球賽 一些票賣的不錯 球迷們又願意進場了 我想這些中職的球團 或者說中化職棒本身 會更想守住現在這種情況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內容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